这就对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 为我们做的榜样 做得真好啊 应当要学习 佛对于任何一个人 贫穷下贱 强费 佛对他都尊重 为什么 乞丐本来也是负 他为什么变成乞丐 是他迷失了自信 他造作了无疑 感受这种果报 我们念头在一转 他真的是佛菩萨 视线乞丐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 就好像舞台上表演一样 视线一个乞丐给我们看 让我们看到夜莺果报 为什么贫穷 过去世当中没有不识 吝啬 不肯不识 没有财不识 没有法不识 没智慧 没有财不识 贫穷下贱 没有无畏不识的身体不好 视线给我们看了 现身说法了 他怎么不是佛菩萨 所以这个世间法的时候 是假的吗 就看你用什么念头看 你看一短的时候 用佛的念头看 没有一个不是佛 那七个人说佛 他是度众生的 那会看的人都明白了 那不会看的人 他是这个很讨厌的人 不要去理会他 那会看的人 那是一尊佛神 他还向他问个信 还要供养他 供养佛吧 所以一切佛从心向神 我们想佛全是佛 想是众生全是众生 想是妖魔鬼怪全是妖魔鬼怪 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 全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 你要不想不想什么都没有 绝后空空无大前 佛说得真好 一切法 为心所现 为实所变 实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他在那里写变化 你要是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通通是虚幻 你想到弥勒菩萨 那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的念头 你才真正明了 释迦牟尼佛在《般若经》上所说的 写变化 我给你上显了 用 ільки 好